我们继续来看三十经 三十经我们跟二十九经对照 其实是一样的 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都一样 佛在王舍城 迦兰陀祖远 世尊跟罗霍罗讲 二十九经是罗霍罗去 问佛云和知云和见 三十经是世尊主动跟罗霍罗说 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 二十九经是罗霍罗去问世尊 云和知云和见 就是怎么样证得无我 三十经是世尊主动跟罗霍罗讲 比丘要怎么样修行才能证得无我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 有可能是 应该是同一部经 但是大家记得不一样 罗霍罗 罗霍罗就跟佛说 世尊为法主 世尊为法主 为岛为父 善哉世尊 当为主比丘 演说此语 就是通常我们在阿安经里会看到这种现象 就是如果世尊问比丘 这一些类似像这样 那怎么修才能证得无我呢 那比丘们通常也会讲 就是类似想这一句 世尊为法主 为岛为父 另外一种翻译 另外一种翻译就是 世尊为法也 法根 法医 那个在哪里呢 那么在同样的一部经里面 我们看一下 六路处 175页 174页 应该是174页 174页 那这里六路处 跟前面的五蕴相应器是一样的 只是把五蕴换成六路处而已 那你看 那前面的四十一经 也是一样 就是前面的三十 就是五蕴处里面的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四十九经 那佛在迦然多主言 世尊刚罗赫罗 云和知云和见 于此世尊 即外一切相 无有我我所谓 死戏者 罗赫罗白佛言 世尊是法根 是法眼 是法医 善家世尊当为诸比丘 广说此义 那我们就翻回来 这里的是法根 法眼 法医 那这里的翻译是翻 法导 法主 世尊为 其实这两部经是一样的 就是把违运翻成 往 就是改成六路而已 所以他这里的是 世尊为法主 为法导 为父 基本上是这样 为导为父 那常用的方法 其实就是六路处那种方法 世尊为法主 为法眼 为法医 好 所以 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那 这个 为根 为导 为医 那这里是 为主 为导 为父 那 好 那说 善哉世尊 当为诸比丘 眼说此义 那这个也是很常见 就是 佛问这些比丘 比如说 他会问佛 问比丘 什么是无我 什么是一切法 什么是 什么是缘起 类似 那比丘就会先说 那世尊是一切法的根本 法从 法从佛出 那 是我们都依着世尊 而修行 所以 世尊 请世尊 为我们这些 弟子 那么讲解 那 所以就当为诸比丘 眼说此义 那 诸比丘 从佛 闻以 当受此奉行 你看 他只要文法之后 他一定下面有一个肯定句 就是说 我们听了之后 一定会按照世尊所说的 好好去如理思维 然后依教奉行 其实就是文师修了 那 就是说 比如说 这个 佛告诉他 怎么样去观照 他回去就是这样观照 怎么观照无我 他回去就这样观照无我 这个叫修 那我们一般就把修当成是 念佛 拜佛 诵经就是修 那其他 像我们在那边想 我们就不认为这个是修行 这个是功课 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习惯 所以导致于 导致于中国的佛教徒 比较不思维 叫做弱智 就是他的信心很强 就是宗教情操很够 但是这种观照的智慧很弱 习惯性 普遍性 就是比较 很多东西不去思维 那社会上也是 所以就有点叫做盲宠 盲宠 迷信权威 就是谁说的 谁说的 祖师大德一搬出来 就全部大家都不敢吭声 就变成是这样 那其实不应该要这样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如理思维 那么当然 我们要从各个角度去看 比如说祖师大德这样讲 有他的时代因缘 有他的背景因缘 背景环境 那 即使他说这样 那他有他当时的背景环境 举个例来讲 那英光大师 叫人家不要出家 那是因为英光大师知道 那个时候出家 你是至早麻烦 没多久就文化大革命了 你是至早麻烦 你就被迫害了 你也没办法修行 那你不要就认为说 那英光大师叫人家不要出家 所以 所以英光大师是祖师大德吗 大师是菩萨再来吗 所以出家是错的 不是的 这个你要知道他的背景因缘 包括我们现在学习佛法 佛陀为什么这样说 是对治六师外道的 是对治婆罗门的 所以他讲沙门婆罗门 你要弄清楚 所以龙树讲 这个是地义西坛 是对治西坛 是世间西坛 是为人西坛 是为了对治众生的病特别说的 为了当时的环境特别说的 为了鼓励这个人特别说的 那么这些要分清楚 那什么才是真实义 那么这个你如果佛法里面 没有弄清楚这个 你就会把方便当究竟 你就会直取 就是每一个人直取的不一样 律中的就直取这个道宣律师 禁读中的就直取这个善导大师 或是直取应光大师 或是直取廉耻大师 反正这些 禅中的就直取慧能大师 这每一个人直取的不一样 然后就开始认为 这个才是最殊胜的 这个还是最究竟的 这个还是最圆满的 这个才是最契机的 反正每一个人认为的不一样 那认为的修行方式不一样 那其实这个都是 我们叫做以偏概全 那我们必须就是 先冷静一下 就不要先说 拿一个什么招牌 那即使是佛陀 你要把佛陀拿来当招牌 你要先清楚知道 佛陀讲了些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佛陀为什么这么讲 你讲了什么 你还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讲 那他是针对什么讲的 那这些还要知道 那第三个 我们现在我们应该怎么修 对于佛陀这样的讲 我们应该 是不是有正确的去理解到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修 那这些你都要 就是我们叫做 要冷静客观 理性 那么去思考这些问题 不要只是很浓厚的宗教情操 但是没有这一些 觉察的 或是观照的这一些 这一些习惯 那单单靠宗教情操是不能成就的 我告诉你真的 宗教情操偏信 但是信为能录 可以让你很信仰这个宗教 任何的宗教都有宗教 回教徒的宗教情操不够吗 那佛教徒还不一定能够背着炸弹的去训教 回教徒可以啊 那个宗教情操会差吗 我看过宗教情操比较浓 大概一贯到的宗教情操也很浓 一贯到的 他的宗教情操也很浓 但是就是说 单单看宗教情操 不是佛教的特色 佛教的特色在智慧 智慧一定要先经过观照 才能萃取之智慧 观照的前面是多闻 然后观照的前面就是思维 然后多闻 这就闻思修嘛 他修行的层次是这样 那只是到了后来 我们中国佛教徒 把这一块弱掉了 所以普遍有所谓的弱智的现象 就是智慧比较 没有去成长 所以很多东西想不来 想不通 想不到 反正就这样 那么想的容易累 那基本上就 不要想那么多了 好好念佛就好了 好好拜佛就好 好好畅悔就好了 都是业障重的问题 不是 不是业障重的问题 是智慧不够的问题 那智慧为什么不够 还不是业障重 不是 是思维不够 这很简单 我常常觉得 我们的中国佛教之所以弱 你不要看这样 南传藏传的在西方是有市场的 你北传的你用这一套你去看看 北传的试验多数都是华人而已 其他西方人很少 南传的不一样 那禅修 西藏的还有一点神秘 他们也讲禅修也讲辩论 就被传的没有 一句佛号 然后去到哪里都是这一套 就诵经拜唱 谁离你啊 他们自己也有啊 真的 我去过很多西方国家 跑过很多地方 这一套华人可以啦 华人之外 就很少 他即使偶尔好奇好奇进来 也不会长久 真的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中国佛教原来不是这样子的 后来慢慢就弱化了 就是那种佛教特有的智慧不见了 其实佛法在印度会灭掉 也是因为这样 一部分就是一群人集中在一个地方修行 没有走入人间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高度的学术化 那一般人不容易懂 这是第二个 那后来慢慢慢慢 后来慢慢慢慢 就变成为了要设受 佛罗门教徒 就开始 开始讲感应 就是比较特动宗教仪式 就佛罗门化去了 就慢慢慢慢 就没有佛教的特色 那你要讲感应 所有的宗教都有感应 只是你的是观音菩萨 他的是圣母玛利亚 他的是阿拉 他的是上帝 不一样而已 那他的感应也不比于差 真的 那但是佛法不是这样 其实这个不是佛法的特质 佛法的特质在智慧 他一定不离开文师修 那之后才有证 所以文师修证 那么智慧当然也要具足信心 信为能路 自为能度 只是大圣佛法多了一个悲能度他 就是这样 所以大圣佛法就分三类人 信行人 不是 生文就分两类人 信行人 法行人 大圣就分三类人 叫做信真上 悲真上 智真上 其实他就是这样 那只是后来我们把这一部分 把智慧这一部分 就是通常都是 后来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把它弱化掉了 没有 特别是像缘起 先不讲无我 像缘起 世间一切是缘起的这个 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少人知道缘起到底是什么 没有去思维缘起 其实缘起不用在书本上找 书本只是告诉你那个理 你在任何世间看到的每一个现象 发生的每一件事 每一件让你纠结不已的事 每一件让你震荡不已的事 都是缘起 包括你心里面一直有着什么样的阴影 有着什么样的喜悦 有着什么样的痛苦 也是缘起的 那它是怎么缘起的 怎么因缘而起的 这个就是你要去思考的地方 可是我们平常不这么思考 我们平常遇见问题不会去思考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缘起就是 它是怎么发生的 起就是生起 有阴有缘世间集 缘起白话讲就是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那讲远一点就是 轮回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讲近一点就是 我的痛苦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就简这样啊 为什么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那么大 我们没有去想这些 我们没有从缘起的角度 那从缘起你就会知道 有阴有缘世间集 有阴有缘世间集 这个就是苦极灭当 那佛法解决问题 不外乎是这样的方式 可是我们没有 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千篇一律 是什么 是诵经嘛 念佛嘛 词咒嘛 拜畅嘛 写冤亲在主 点灯嘛 反正就这样啊 那没有效呢 点太少 念太少 点太小展 点多大展一点 排位写太小支 写大支一点 经念太少部 念多部一点 这个三美水畅 拜了 痛苦依然存在 就要拜梁环宝灿 梁环宝灿痛苦依然存在 就要拜水路 水路大法会 反正就这样嘛 那这个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观音菩萨念了没感应 念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念了没感应 念阿弥陀佛 然后阿弥陀佛念了再没感应 念毕如则那佛 多数是这样子的哦 那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这样跟缘起有什么关系 你的有因有缘 一样是一样的 你的痛苦是这样 那你的痛苦又不是阿弥陀佛造成的 为什么念佛 阿弥陀佛就会解决你的痛苦 为什么你的痛苦又不是观音菩萨造成的 为什么念了观音菩萨 你的痛苦你的称赞心就没有了 为什么 如果观音菩萨可以解决你的称赞心 为什么不解决其他人的称赞心 为什么我念他他才解决我的痛苦 我不念他就不解决我的痛苦 这样叫做大悲吗 这样叫做同体大悲吗 没有嘛 是我有求于他他才来帮我 我不求于他他就不帮我 看着我痛苦 是这样吗 是我过全诊所以他才帮我多一点 我不过全诊他就帮我少一点 是这样吗 可是我们感觉好像是这样 不对 那就是我们被佛法的误会了 长期都是这种误会 我告诉你大家都这样 以前我也这样误会佛法 不是你们而已 可是我们现在不能够像 总是幼稚园要毕业吧 一直 都学佛那么久了 还在读幼稚园大大班 这个不是 是不是 可是大家都这样 到死都还没出幼稚园 都是很幼稚啊 我们都好像在佛法的幼稚园中 就是 就是一有事找老师 一有事找父母 他们就帮我解决吗 我们的老师是谁 菩萨吗 父母是谁 佛吗 诸佛吗 一有事找他们 他们就帮我解决了吗 没有饭吃 打电话给妈妈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被重摇了 赶快去告诉老师 反正就这样 他就帮我解决好了 佛法不是这样 那我们的对象就是 赶快跟佛菩萨讲 赶快祈求 赶快跟佛菩萨认错 他原谅我 我就没有问题了 我就没有苦了 这些观念都是错误的 对于刚进佛门的人来讲 这些是有帮助的 因为他心力很弱吗 他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吗 所以 依着这个 可以让大家 有一点点不害怕 可是 你总是要长大的 那你不能一直 就是 你长大就是 你开始学会 怎么自己解决事情 怎么观察事情 怎么处理事情 怎么解决事情 就这样 那这个就是什么 发生在你周遭的 一大堆事情 甚至是发生在你邻居的 你听闻 你看见 你听见 或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 你都能够从缘起的角度 观察它 理解它 那么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 那么你可以解决它 其实是这样的 那 现在我们讲 杂阿罕是讲最根本的 叫做五蕴 就是 问题的根本 是我见这一部分 那看起来 好像我们的生命关系不大 其实它是 最根本的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 那这一部分 也是 中国佛教 一千多年来 最弱的那一部分 偏弱的那一部分 因为中国佛教 从大概南北朝之后 流行涅槃经之后 大概就是走真常维心的法门 大概就是这个法门 但即使是这样 我们也偏向于 就是迷信这个诸佛菩萨 我说的迷信就是 我们一有问题 就找它解决 就只有这个 就是重在感应 所以我常常讲 学佛不要只偏重在 跟诸佛菩萨的感应 要努力去求得 跟佛说的法相应 而不是跟佛感应 这个是很重要 那你没有思维法 你怎么可能跟法相应 法相应就是契路 你理解了 那重点就是缘起 缘起不在 不在金刚经上 不在阿含经上 不在维摩节经上 不在中观维思上面 就在你的如理思维上面 天底下发生的事 都是缘起的 没有一法不是缘起的 没有一法不是缘起的 那么你只要顺着 一开始思维 当然不全面 一开始的思维 不全面不完整 没关系 但是你顺着这个 你顺着这个方向 你越思维就越 越什么 越细 越深入 越完整 就好像你学习佛法 一开始听你连五蕴 五蕴六处都不知道 但是慢慢学慢慢学 知道五蕴 知道五蕴是什么 知道怎么观五蕴 这样慢慢的 是一步一步来的 所以 经不是读得多就好 而是要读懂 我说大家不要做五柳先生 好读书不求圣洁 那不是啊 这五柳先生是喜欢读书 只是喜欢读书 他不用去了解那么多 烦啊 不用 其实你不用读得多 但是读得多 也是要让你从各方面去懂 但是你一定要深入 其实从哪一方面深入 都是深入 像这个 比如说我们 你就取 就是你读多了 你会通 然后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常常讲 就是你生活中 有哪 是遇见哪些事 是让你起烦恼的 你就观圆起 从圆起里面 你一定可以看到五常我 从圆起里面 你可以一定看到五常我 从五常生命中 你一定可以观察到圆起 一定可以 那么从圆起跟五常之中 一定可以看到我 那这个是深入 有没有深入的问题 就越深 而且一开始 你越走越近 就越来越清楚 越走越近 就越来越清楚 你在一百公尺上 看着这山 你在他的前面 看着这山 跟你走进这山里面 看着这山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在书本上看到圆起 你在生活上看到圆起 你在你的生命中 看到圆起 我告诉你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你就是要这样去 去理解 那渐渐渐渐 你才能够什么 法跟心相应 法跟心相应了 再把你的大悲心拿出来 那么更深透的 深测的 你才能心跟心相应 为别人解说 为别人排解 因为你深知各中三内 那这个又 你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跟你能解决别人的问题 有时候不完全等同 但还差一大段 但菩萨学的就是这个 所以你要学那么多 主要并不是你用 你用你一个无印无我 就能够用了 我告诉你 真的就够用 一个无印无我 就够你修的 你单单这个法 你就是日月 好像在打坐观呼吸一样 你就是观圆起 只是你把呼吸 换成圆起而已 观无常观无我也是一样 观呼吸 念佛 你念圆起 念无常念无我 就是这样而已 那你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这样 因为你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深入 它就跟你的呼吸 一直跳动 跟你的血液 一直流动 因为你明白地知道 你就是缘起的 世间就是缘起的 那它不缠不断 不依不依 你慢慢慢慢会发现到 你开始会知道 就是越来越清楚 佛法讲的是这个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修学佛法 不要说不知道 连梦都没梦见过 想都没有想过 那只是后来 就是说 这佛法大概 我们可以 跟运尊导师 以前跟运尊导师 以后 它有发生一个变化 但即使运尊导师 已经往生了 已经离开很久了 多数人还是不知道 还是不知道这一块 依然是非常传统的 迷信传统 大家都这样做 我就这样做 大家都这样说 我就这样信 而且很多人 还是非常 宁可信其有的 即使我觉得 这样不合乎佛法 但是因为我们是凡夫 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 比如说讲方位 比如说讲灵通 这一部分 那么很多人 即使不能确定 它是真的假的 即使不能知道 他说的道理 对跟不对 但是说的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看起来好像 有特异功能 宁可信其有 鱼痴相应 邪见相应 我看太多了 都是这样 很少 很少不这样的 因为 超乎你的所知之外 但是一切时间 再怎么不可思议 你就不能够违背 缘起的 再怎么不可思议 不可以违背 缘起法则的 也不可以违背 业果原则的 没有办法 如是因如是果 你再怎么样不可思议 诸佛菩萨也不能违背 所以你凡是照缘起 看就知道了 从果知因 从因知果 基本上是可以知道的 讲那一些 违背因果的 讲那一些 但是很多人喜欢信这个 很多人喜欢信这个 就是看起来 好像有特异功能 然后他讲的话 就都能信 我告诉你 就算他有神通 能够飞天陆地 讲的话都不一定能信 真的 我告诉你 真的是这样 就算他能够把你过去做的事 每一件每一件都详细做出来 只有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 讲的话也不一定能 能够完全相信 那人信不能信 主要不是 是谁讲的 而是这样说 有没有违反缘起 有没有违反业报 这个我们要知道 你不管再怎么厉害 你讲的话 不合乎缘起的理则 我就不信 那这个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通常 判别这句话真的假的 是看这是谁说的 而不是他到底说的 合不合乎 就说这个是不是法 佛法 以前就这样 跟经讲的有没有一样 跟律讲的有没有一样 跟法讲的有没有一样 是不是符合三法印 是不是符合缘起法则 那这一些我们没有去想过 没有去想过 所以我们平常看待一件事情 我们要解决一件事情 我们要修一个法 都是离缘起很远的 既然你离缘起很远 你的解脱 你的智慧都是从缘起产生的 你不知缘起就是无明 你不知缘起就是不知 你就不可能自无我 你就是无明 你在无明状态里面 你怎么可能得解脱 那么你越来越相信那一些感应 越来越相信那一些 违反业果原则的 甚至大家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业果 因跟果之间到底是怎么一种牵连 我只知道我诵经是因 诸佛菩萨加持是果 这样叫做因果 这样是因果吗 这个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这个是借进去 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因跟果 那么你诵经只是增长你的信心 由你的信心 争取这个善法 由这个善法导致什么 这个善缘 引发你过去的善业成熟 那么你感受到好报 那么所以这个就说明 为什么有些人诵经会产生感应 有些人诵经不会产生感应 因为他在诵经 诵经本身这种善法 他有信 敬 念 再加一点有定 信 敬 念 定 但不是 那你如果有思维都有会 念佛也是这样 信 敬 念 定都有 这些是善法 这些善法会引发你过去的善业 那你持续他就会成熟 你过去这些善业会成熟 这些善业成熟 他就会受报 他有善报 所以有些人诵完经 我念完佛之后 一些问题解决了 一些善法发生了 那不是佛菩萨加持他的 那就是他过去的善业 因为佛菩萨也不能无端无故 因为你诵经我给你好处 那本来每一个人送一部经 一部经刚经是一千块 因为我看你比较虔诚 我给你一部经两千块 就变成这样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这样不符合缘起 不符合夜报 可是没有人去想这个 所以为什么说 今天刚好是佛菩萨的生日 你诵经功德会增加一百倍 这样讲符合缘起吗 没有啊 可是为什么大家相信 为什么大家相信 虽然有一点不信 但是万一是真的呢 可能有呢 就这样 不懂道理就会这样想 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 而且是大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是这样讲 这样讲 很多人还是会相信 我就说我有时候去 去国外讲课也是这样 大家听得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等一下时候有一个法师 要来加持 一群人又去排队了 听是这样听啊 信是这样信啊 但是 但是讲 但是实际上来了又是一回事 所以我就觉得 那你们不是都认同我的说法吗 为什么一个法师 说可以加持你们 你们全面去排队 哎呀师父我们是凡夫吗 我们 我们加持又不用钱 万一有呢 试试看会不会好吗 所以你去试了就表示什么 你的知见不正 很简单嘛 因为 你还是半信半疑 对佛法半信半疑 对那个外道也半信半疑 但是你万一 万一给你好了 我告诉你 你就信的就更多了 真的 就是给你诵经感应了 你就从此相信诵经有感应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原理在哪里啊 是不是 你就更不在乎延期了啦 因为他有感应嘛 就真的好了啊 所以为什么那么些外道 他们那么相信 你以为他们都笨的哦 没有感应他们愿意这样一直付持哦 庙场 庙天那些人 他们那么多钱 他们不会自己花哦 为什么他会要这么捐 他有感应啊 那这些感应 那难道真的是 庙场加持他们的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难道是他们听庙场的话 然后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加持他的吗 那观音菩萨住在庙场他家吗 不是吧 那普陀山的观音菩萨比较感应 我家的观音菩萨就不感应嘛 那两座观音菩萨是不同的观音菩萨吗 那这一些观念 大家其实没有好好去想 这情感式的佛教 而不是我们说佛是觉 而不是觉察的 觉造的 智慧型的 不是的 那这个其实我上课 其实一直在强调 强调这些观念 那其实 其实每次在强调 有些人因然是这样 因为他习惯嘛 那变成就是说 我们必须 就是你要常常提醒自己 那一切法是缘起的 缘起就是有因有缘 那这个因跟缘 因缘果报之间 它不是 有些不是我们想的 我们也讲因果 外套也讲因果 但是它是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你没有断借进取 这个就借进取 你没有断借进取 你是不可能见缘起的 所以 正出国的人 要先断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然后对佛法有 完全地相信 叫做乙 没有 把这个乙断掉 对四地苦疾灭道 苦疾灭道就是缘起 因跟果的关系 问题的形成 跟解决问题的原因 这个很清楚 它不会不清不楚 不会用错误的方法 去解决问题 也不会不能解决问题 去怪佛菩萨不敢用 这个是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就是苦疾跟灭道 苦是问题 疾是形成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 灭是解决掉这个问题 道是解决问题这个方法 那这个问题 不一定是生死的问题 生死的问题 是从究竟来讲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它就是问题 它就是苦 包括你头痛肚子痛 包括你被人家讲了 诽谤了心不舒服 被人家骗前了心不甘愿 反正这些都是苦 儿女不孝顺 夫妻感情不好 父母身体不好 兄弟姐妹 有困难 反正这些都是苦 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太多了 可是想一想 你遇到这些苦 你都是怎么想的 第一个 怎么看的 第二个 你怎么做的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解决的问题 你怎么想 问题没有解决 你又怎么想 然后接下来 你又怎么做 还好想这些问题 你就会发现到 我们离缘起太远 我们的生活中 都没有缘起啊 那你怎么解决问题 缘起就是 流转跟环灭的嘛 问题不断的形成 跟问题一一的解决 就是流转你环灭啊 不然呢 你不要把它想的 就是很学术化 就是很知识化 没有啊 它就是你 它就是很深 佛法是很现实的 就是很生活化的东西 就是实际上 你每天都在运作的 只是你运作错 就像你每天都要呼吸 你呼吸的不顺畅 就造成咳嗽 你每天都要吃 吃饭 你吃的不对 就造成营养不良 肚子痛 就是这样而已啊 那你现在把它弄清楚了 你就是慢慢会恢复嘛 那这个观念很多人没有 很多人没有 那我也是常常在烦恼中啊 可是问题是 有病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怎么样医这个病 怎么解决这个病才是问题 那我们相信这样的病 我们找到方法 有一天会好的嘛 吃药吃几个月就会好嘛 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 药也吃了 但不知道会不会好 如果不会好 再找另外一个药来吃嘛 反正就这样嘛 一直吃一直吃 一辈子都在吃药嘛 可是都没有病 没有好嘛 那我们就变成这样 也没有需要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 医生跟我讲什么时候会好 可是没有好了 这个医生不好 我再找另外一个医生 我们就换法门 就是这样换的嘛 是不是 这个法门换过那个法门 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换过那个菩萨 换来换去 就是没有换脑袋 思维方式没有换 把你的那个迷信换掉 换成觉察 观察 用智慧 如时知如时见 那么 从这个去思维 那么 其实你会发现 仍然还是有烦恼 但是你已经看到光了 就是你还在海里面 可是你有看到 有看到边了 还没到边 但你可以看到边了 真的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再来看这 那这里 这个三十经 我们说跟这个二十九经 第一个差别就是 一个是罗霍罗去问佛 另外一个 三十经是佛来跟罗霍罗讲 这是第一个差别 其他的都一样 那 讲完了之后都说 朱比丘从佛文以当受词奉行 就是我听了这个经之后 我回去就好好想 好好如理思维 那佛告罗霍罗 地听地听 仔细听 专心听 好好地把它想清楚 我现在就为你讲 所以地听地听 善师念字 我很喜欢这句话 也说写文章都会写这句话 地听地听善师念 就是你们真实要把它听清楚 然后想清楚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去实践 去实践 就是常常这样做 就当做功课在做 那么罗霍罗白佛 为来人受教 佛告罗霍罗 那一样 这一段是跟前面一样的 当官诸所有色 其实就是一切法 那不离开五运六处 那这五运里面分色受想行事 那其实如果依波勒经 或是大圣经典 他就不这么说 他就是观诸所有法 或是观一切法 那他不讲无我 他讲空 那如果我们依阿旦经典来 就是一切法无我 那这一切法里面分 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出若去若好若走若远若近 那比一切 非我 不亦我 不相债 那这是三个概念 那也可以说是四个概念 那展开来是二十种概念 就是二十种邪见 我们刚才讲 是急运我 离运我 那么非急运非离运我 这个是相债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这个运 色受想行事 所以四乘五等于二十 也叫做二十种邪见 那有时候 大圣经典里面会把 这个破二十种邪见 叫做灭二十节生死重罪 会这样说 有时候会讲 灭二十节生死重罪 其实就是 因为一种邪见就会造成你无量的生死 那你都没有这种 其实你就 生死会到边了 有时候会讲是二十节的生死重罪 那其实就是二十种邪见 好 那如是平等会 就是如实正确的观察 简单讲就是这样 而且要相续 持续的 如实正确的观察 有时候叫如实正观 有时候叫如实正见 那像我们像宝记经 中观就是中道如实正观 中道就是 中道就是这里讲的 不是我不义 我不相宅 就是非常非断 那讲开它来就是 非一非一 非常非断 然后 后来就是 龙书 讲的八部中道 不生不灭 不义不义 不来不去 这些 那这里讲的其实就是 不义我不相宅 不是我不义我不相宅 那其实这个部都是否定 好 那这个就是中道观 就是离常断 一一 这些重点是 常见跟断见 那这里是一跟一 五蕴就是我 其余我 这个是一 那五蕴跟我是一吗 那五蕴跟我不一样 就五蕴之外有我 这个是一吗 这个其实就是 龙书讲的一跟一 那常跟断 那也是很常见的 好 如是平等 如实观 就是我们叫 中道如实正观 简单讲就是 如实正观 那这一句话 比一切非我 不义我 不相宅 如是平等 会如实观 其实就是保持军讲的 中道如实正观 翻译的不一样而已 就是他讲的不太一样而已 好 如是受想形式 若过去若未来 若现在 若内言若外 若出若细若好 若丑若远若近 一样 还是受在形式都一样 好 那么 比丘如是知 如是见 我此四身 有四之身 那么 即 这个身外的一切境界 这一切境界的一切像 都是 没有 我 我所见 我慢 此 系种 罗后罗 比丘如是 四身 即外境界 一切像 不用我 我所见 我慢 是细走 那么 我们说最大的差别就是 第一个 前面 前面这个 罗后罗主动说 还是佛陀 主动说 就罗后罗去问的 问佛的 还是佛主动跟罗后罗讲 这是第一个差别 第二个差别就是 罗后罗白佛远 四尊为法主 四尊为法主为岛为父 那么这个跟二十九经讲 就是二十九经没有 没有这个 为什么 因为二十九经是 二十九经是 罗后罗去问的 三十经是 佛主动问罗后罗的 那通常要佛主动问 才会有底下这一句 四尊为主为岛为父 或是四尊为岛为一为根 或是四尊是法根法眼法医 一般是这样 就是 这个是一个 就是翻译的不一样 这一句是因为 佛陀问比丘 通常都会有这一句 我们后面会有很多这种 他第一个 这里的三十经 三十经 五印相印的三十经 他是 四尊为法主 为岛为父 为 法主 为岛 为岛就是法 这是一般讲 就是为引岛 为岛 为父 父 应该就是为一 另外一种 就是我们讲 前面六路处的 这个是运相印 运相印的 五运的 运相印的 处相印的 处相印的 四十九经 他基本上是 为法跟 法言 法一 法跟 法言 法一 如果是南传的 他基本上是写 为根 为岛为一 这个是北传的 南传的 巴黎文 巴黎文 他是 为岛 其实是翻译的 不一样 他是为根 为根本 为岛 为引岛 为一 为手 比丘所一指的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是认为法跟 法言 法一 这个通常都是 发生在 比丘 佛问比丘 那比丘就说 佛是我们的导师 我们一切都是依佛 而修学的 所以 佛来告诉我们 那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好 那因为 因为是 罗赫罗主动问 跟佛 去问佛陀 佛去问罗赫罗不一样 那 佛去问比丘才会有这一句 世尊为法主为岛为父 所以你看二十九就没有 不会说 世尊为法主为法岛为父 没有 那这个是第二个差别 那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主动问跟不主动 这是佛问跟比丘问 不一样 那最后面这个差别就是这里 就是超越疑心 远离诸相 极尽解脱 就是超越疑心 就是已经正见四地了 就对四地没有怀疑了 断身见 就是你 如是赤身 极外境界界上 无有我 我所见 我慢时系组 其实就是断身见 简单讲就是断身见 断我见 以身为我的执着 叫做身见 身就是什么 受受想起就是身 这个叫身见 所以他简单讲就是断身见 然后超越疑 这里超越疑就是 一般我们讲断三结 身见 戒俊起跟疑 把这个疑就是对于缘起 对于四地的道理 对于佛说英国的道理确定 这个身 我们叫做断身见 身见就是我见 身见就是我见 以身 这个身是 其实 这个身就是身心 身心就是五蕴 五蕴六处 它不是五蕴中的身而已 其实这个身就是五蕴身 这个是五蕴身 五蕴身 所以它包括身心 五蕴身心 其实就是射受想形式 那么这个身见叫做撒迦也见 撒迦也就是身 撒迦也见 那断撒迦也见 就是断我见 其实就是我 五蕴为我 所以要说我见 断了我见 一定是断什么 一定也是断什么 因为它已经彻底知道了 所以它对于四地 对于佛法的因果 缘起 它不再怀疑 这就超越疑惑 超越疑行 所以断三截 包括 三截包括 撒迦也见 就是身见 然后什么 借尽取见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借尽取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疑 疑就是对四地 对缘起 不理解 似懂非懂 将半信半疑 这种 所以这个是 这两部经比较大的差别 超越疑心 远离诸相 远离诸相 其实就是前面讲的 世生及外境界一切相 其实如果金刚军的说法就是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所者相 其实都是我相 我所相 其实就是这样 得到极境 就是涅槃 涅槃极境 然后能够解脱 解脱什么 解脱幸福 生死幸福 其实就是这样 世民比丘断除爱欲 底下都一样 转去诸结 正无间等 旧境苦边 好 这个是第三十经 那也可以参考六路处相应 只是 后面的六路处只是把五蕴换成六路处而已 那很多是一样的 但也有 不是因为六路处比较多 也有很多不一样 那前面大概都一样 前面 前面大概 因为我想应该是这样 应该不是说佛陀讲了五蕴这样 那又用六路处又重述讲一次 应该不是这样 而是这些结局的阿罗汉 为了让后面的人能够理解 从五蕴上他可能不理解 从六路处 所以又把六路处的方式 就是 我们叫做带公式 就带进去 然后把六路处 把五蕴换成六路处 那一样是这样 所以你会看到六路处前面的很多经 其实跟运相应里面的 就是处相应 处相应跟运相应里面的 其实都讲一样 就是路处相应 好 现在看三十一经 八十六页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奇缘今色 那么这个时候 有一个比丘 来找佛 意义就是来到佛这边 那么就是向佛顶礼完之后 就站在旁边 因为向佛顶礼都要在前面 顶礼完之后就到旁边 因为佛是面对很多人的 比如说这么多人 一个来顶礼 顶礼完之后就到旁边 一样是这样 因为佛一般说法 前面都做了很多人 但是这个一般是在奇缘今色 如果你在灵鳅山 可能就困难一点点 灵鳅山前面那个平台不大 但是下面可以做很多人 那高嘛 你们有去过灵鳅山就知道 可能就是你下面要再上来 就困难一点 因为它底下 但是它那个前面也有平台 做不了多少 但是奇缘今色 可能就可以做很多 因为奇缘今色过大 它那个是平地 好 如世尊说多吻 云何为多吻 现在这个就是比丘问佛 通常都是比丘问佛 或是佛主动跟比丘说 或是佛问比丘 那有些是外道来问 那大概是这样 佛说法不离开这样 好 那这个世尊说多吻 要多吻熏习 那什么叫做多吻呢 你看这样问 那我们来看 他说什么是多吻 那包括后来 阿安经里面讲 什么叫说法 那说法是 你讲什么 不是 说法就是 你能够说 说让众生 除缺烦恼的 就是正法 其实是这样 那这里叫 什么是多吻 佛告比丘 善哉善哉 如今问我 多吻一眼 佛陀第一个都先赞叹 鼓励 肯定 你看 就是如果有比丘来问法 问法 他第一个都先赞叹 然后鼓励 肯定你 就是非常好 非常好 你现在问我 什么叫多吻识吗 他不会说 我都讲了几百遍了 你还不知道 你还要问 他绝对不会这样 他没有那种不耐烦 他可能讲过很多次 他就觉得 你不懂问是好的 比丘白佛言 为来世尊 佛告比丘 地听善师 当为如说 比丘当知 若闻色 是身厌离异灭净净法 是名多吻 好 如是闻受想行事 是身厌离异灭净法 是名多吻 比丘四名如来 所说多吻 另外在其他的经里面也有讲 又把缘起放上去 吻缘起 焰离异灭净 四名多吻 好 那这个很明显的来讲 其实一般我们说过多吻有两种意思 一种就是 这个多意思是量的多 量的多 就是听将像阿难的多吻 第一的多吻 就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阿难的多吻 第一的多吻 就是听了很多经 这个叫多吻 但是这里讲的多吻 不是听很多 而是 你听得很深入 就是我们叫 塑塑思维 这个塑塑就是多 一次又一次 反复的就你所听的这一部经 去做观察 如理思维 这个叫多 所以它就有两种 一种是量上的 就像阿难这样 多吻第一 听了很多经 听了有五百经 这个叫多 比如说我们举例 比如说五百是很多的话 那么听了五百部经 这个很多了吗 那么一种就是一部经 反复的思维五百次 那个叫多 那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那这里指的是 你这一部经很深入 很深入 深入到你 得到依这一部经得解脱 那个叫多吻 它并不是像阿难 阿难多吻第一 但是阿难还正出国而已 甚至之前还没有 到佛命后才正阿罗汉的 但是它叫多吻第一 但是这个多吻不是这里讲的多吻 这里的多吻是 比如说你依这一部经 你依这个法 那么你就得解脱了 那么那你能够得解脱 肯定是你经过反复的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如理思维 塑塑思维嘛 这三种思维 塑塑就是多 那一次又一次的去观无运无我 一次又一次的去观无运无我 这个叫多吻 虽然你只听过一部经叫做 比如说就是无运无我 知识若闻你听过闻嘛 你听过舍受想行事无常苦 那么你对于这个五运生厌离欲灭尽 就是你不止取 那你能够听完了之后 你能够依这个经而去修行 而正道解脱 这个叫多吻 所以你看概念不一样 好 比丘世明如来所说多吻 好 那这个是 使比丘文佛所说 欢喜永远作流去 好 那这个是三十一经 好 我们早上先讲到这里 谢谢